下一位就是 下一位 杨克强 杨克强作为一个 德云社的朋友 在我们效果文化的舞台上 已经活到了半决赛 大家也注意到了 我们自己人 已经走个大半了 这是为什么 哎呀 就是两个公司 实力差距太太 不不不 这个是我们 从他们那个评书里 学到的一个 简单的小智慧 两军交战 不展来时 让我们场星有情 来时 严和祥 谢谢大家 我叫严和祥 然后他跟我叫来时 你等着我的啊 你等着我的 这次选大魔王的时候呢 我选的是罗祥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这跟我有点渊源 罗祥老师被网友评为 法考界的郭德纲 人家讲法律 讲得特别有意思 跟说像是 您说您这不是 抢我们说像的饭碗吗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我只能来抢脱口秀演员的饭碗 关键他们的饭碗还很好抢 你都知道 连马思纯都抢到了 抢了一次又一次 你看把孩子给撑了 其实啊 我选罗祥老师是想咨询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罗祥老师 如果斗耿演员抛弃了捧耿演员 有没有义务向捧耿演员支付抚养费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捧耿演员去给别人捧耿 够不够成婚内出轨 如果不够成的话 你愿意收留我这个小寡妇吗 罗祥老师在网上有很多视频 大家跟我一样都特别爱看 说是讲法律 其实就是编排人家张三 张三今天咬狗了 明天嘛 又贩卖盗版书籍了 后天菲林女同志掉进了凤坑里 都是他编的啊 编完以后他坐那儿问人家 张三构成什么罪 构成什么罪啊 罗祥老师 张三构成什么罪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对张三构成了 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罪 反正看了您的视频我知道 张三如果咬您的话 属于正当防卫 这个开玩笑啊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罗祥老师的 这个讲法律讲得非常有趣 比那个《今日说法》里边 这个罗祥老师之间在网上啊 写了一个读书摘抄 后来被网络暴力了 然后罗祥老师就退出微博了 后来有人就劝罗祥老师 说你应该告他们呀 告他们侮辱诽谤啊 你一个教法的 在保护自个儿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法呢 后来罗祥老师说 我用了 我用的是孙子兵法呀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您这不就是跑了吗 三十六计 您要跟他这么说的话 您要我这个小寡妇跟您了 您这就中了美人计了 下一个大魔王是组团来的 五条人乐队 去年乐队夏天那个节目老火了 导致观众一再复活 他们复活了三次 你想啊 五条人复活了三次 等于捞了十五条人 一淘汰就复活 一淘汰就复活 就我特别想用我师父那句话 问问你们俩 你死不死啊 这个有人说呀 五条人乐队的这个歌词 特别的水 是吧 其实不赖他们 他们审美都上不去 刚才我在下面跟任何聊天 他告诉我 他最喜欢的歌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洗刷刷 就那个 就那个 洗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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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这歌有什么好的呢 我就纳了闷了 人家大张伟老师 最好的歌 我认为应该是那一首 阳光彩虹 小白马 滴滴答滴滴答 关键是我觉得这首歌 这个滴滴答滴滴答 接什么都特别好啊 你看是吧 比如说 阿珍 爱上了阿强 滴滴答滴滴答 我不违和 所有年轻人 年轻人 滴滴答滴滴答 李雪芹跟孟哥谈个跑了 滴滴答滴滴答 这个 说点别人吧 那个大司马 听说嘴非常的硬 打游戏不管什么失误 他都能给圆回来 说不是问题 这不是不亏 不过他最近亏了 因为买鸡精了 大张伟这一季的节目 我觉得太闹了 就他的脱口秀 你发现融合了 很多艺术形式 二人转 相事 魔术 杂技 真人秀 变装秀 完了有人就问 大张伟老师 就是说 你说脱口秀的技巧 究竟是什么呢 大张伟这么回答的 就是不说脱口秀啊 滴滴答滴滴答 伊犁 最新鲜 你每天在台上被郭杆侮辱 你家人能接受你吗 你管着管不着 余谦 你知道你爸爸究竟姓什么吗 没听说过 今天是半决赛 你们也看上来了 我下了血板了 我师父与老师 包括我美人计都用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可能也回不去了 因为 因为真的 因为 就是 就是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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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回去的话 也没有人给我搭档 也不能再上 这种芥末了 我刚才这个是 苦肉鸡啊 谢谢大家 我就是 诡计多端的颜鹤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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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